屏东名阳公司爆炸 经济部下令一二厂房无限期停工 而目前剩下失联的复兴员工还没有被找到 同时一早焦急的到场关心进度 虽然有找到部分的遗骸 但是碳化严重还在持续的搜救 而在工厂底下呢 疑似还有化学溶剂残留 今天再度冒出了黑烟 不过消防表示这周边的可燃物已经清除了 不用太过担心 名阳工厂爆炸后第五天 复兴员工依然失联 同时心急到场关心 关心是他没有出来 没有办法工作 公司有说怎么样补偿你们的薪水吗 还没收 虽然有找到一些遗骸 但是因为碳化严重 所以无法确认他的DNA 那所以呢我们持续搜救 现场持续搜救 只是26号一早工厂再度冒出黑烟 消防说疑似底下还有化学溶剂 而周遭可燃物已经清除 不用太过担心 只是救援过程 有消防弟兄传出身体不适 检查发现体内二氧化碳过高 目前住院观察 我只是觉得很讽刺 他千方百计的掉回屏洞 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跟重视消防员的权益 他们在第一线 他们不应该有这个结局 训职消防员陈伯瀚的朋友一度哽咽 密洋爆炸造成上百人死伤 现府列举三大缺失 经济部跟下令 一二厂及三楼增建工程停工 目前复工没有实陈表 而消防单位初步调查 酿成爆炸的化学物质 是二属丁基过氧还基碗 遇到水不会爆炸 推测是跟高温分解产生的压力有关 二属丁基过氧还基碗 它裂解碗会产生小分子的有机化合物 像一些醇类啊 铜类啊 那因为它的挥发性很高 那更容易燃烧 因而产生强大的爆炸威力 囤放超标危险物质 工厂爆炸 后续对死者家属及幸存员工 该如何照顾处理 都是关注焦点 既然苏世伟评论报道